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试艺万花童》 我是一B班 王京满 我是一B班 何宗盛 身后来了一辆M加感叹号的展览车 但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呢? 不如你进去看看吧 这辆车是由王国才先生所设计的 它的造型外冷外暖 它的金属车厢就像一架太空船 它的内部由废弃的木卡板去制造 它很希望观众走进去车厢的时候 就像在一个瓊鱼里面 王国才先生的作品 一向探讨环境和空间的关系 他今次AMPS的探索后構思设计 是由可持续性反思城市 以急速发展下人与自然之然关系 这么深奥的? 不知道和我有什么感受呢? 和我说上面的作品 哪些是最令你印象深刻的?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繁体字这个作品 因为这个作品 可以让我知道文字的意思和历史 那又令你有什么得罪呢? 可以让我知道文字的历史 和它的重要性 所以我会对繁体字 有更加深刻的印象 这位同楼上的作品 有什么是你最令你印象深刻的? 令我最令你印象深刻的? 令我最令你印象深刻的就是紫笔 因为随着时代新报 那紫笔已经开始被百通 使用卡开紫笔 所以令我最深刻的就是紫笔 那有什么得罪呢? 我觉得这就是珍惜现在的东西 因为遲些消失了 真的没得再看 没得再认识 同学你在拍什么? 我现在拍50年内 可能会消失的东西 那就是这张聖诞联风 那张蝙蝠肉圈 对啊 因为我觉得50年内 这个蝙蝠肉已经消失了 也不会再有10元蝙蝠券 好 多谢同学你的分享 不好意思 你用来做什么? 嗯 其实这个是我们工作方 所用的一个影棚 这个影棚 其实想制造一个 好像正面相的效果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 其实有一个黑幕 而且四面都是反光的 所以当你有相机放到去 只要位置对的话 就可以拍到一个好像正面相 全部有底色的效果 就是这样 相信大家看完这个展览车之后 都打开硬戒了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拜拜